唱哇哇的幼诗啊 火遍全网 仅仅是因为好看吗 我想你最近肯定是刷到过这个女老师 你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 哇呀哇哇 她甜美治愈的笑容 让几亿三百个月大的宝宝在线上课 一个素人没有机构没有策划 为什么能够掀起流量的狂欢呢 这一切的背后啊 其实还是荆棘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 最近几年的一些现象级的网红和明星 好像主打的就是甜美治愈啊 且就是豪门的类型的热度呢 真的好像不复当年了 现在的男人们流行啊 跟着甜心教主去扭爱你 某种程度上呢 他们就像是中国版的新元结衣 而我们的审美变化似乎 也正在走向日本曾经走过的道路 过去50年 日本的审美呢分为两个阶段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战后的日本呢 从废墟中把地儿起 进入到了鼎盛的昭和时代 成了亚洲最富裕的国家 这个时候的日本偶像呢 流行的都是那些大气明媚啊 风情万种的 比如顶流山口百惠 她自行大访 比如说东京爱情故事里的 林沫宝纳美 那是西装革履的职业女性形象 再比如被誉为 官之灵第二的泽口静子 还有公认的三大歌姬 松田圣子 钟森明菜小泉 金日子等等 他们都透露着蓬勃的生命力 向上的进取心和强大的自信心 这个背后呢 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文化 传播到了日本 另外呢也是因为经济繁荣啊 在全民搞钱的氛围之下 大家对理想异性的期待 就不再是那种 东亚传统语境下的 温婉顾家的 而是张扬的 自信的 向上的 但是到了90年代 日本地产泡沫破裂 进入了失去的20年 社会陷入停滞 普通人也失去了进取心 变成了低欲望的平成废宅 这个时候大众的审美 也不再像昭和时代那么大气了 主流审美是软萌 治愈 比如说心缘结衣 笑容甜美纯净 让人感到内心宁静 比如十元礼美啊 眼神柔情似水 仿佛能够治愈一切的创伤 再比如大行其道的虚拟偶像 这背后呢 或许是因为生活累了 大家呢 更需要温柔甜美的女生 来疗愈疲惫的心灵 那我们回到国内啊 白寿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 很多人可能还记得 上个世纪末 港台群星璀璨 钟楚红 王祖贤 张曼玉 林青霞 关志玲 邱初真 李嘉欣 哎呀 美的各有前求 后来呢 内地能够爆火的偶像呢 也都是各有各的强大气场 比如巩俐 豪门饭 哪怕是像周迅这种少女型的长相 风格上呢 依然也称得上是英丝萨爽 但是最近几年 甜妹赛道上的女行诗 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杨超越 比如王彬彬 就连主打大女人的浪姐 最后夺冠的是王兴玲 短视频里边 大家跟着 景川鲤语 一粒小沙子 跳舞 淳于风 那简直就是审美的主流啊 这个背后呢 是随着全球局势的动荡 大一三年的波折 普通人也都感受到了 疲惫和迷惘 每一个现象级传播的背后 其实都是社会共性 当很多人在迷茫的生活当中 不知所措 结束一天的忙碌 下班回家 在沙发上 刷到幼儿园老师唱儿歌 刷到童年偶像唱爱你 没有攻击性 甜美的 温柔的 治愈的 那一刻成年人的铠甲 终于卸下 无忧无虑的孩童时代 又回来了 关注小瑶 知性理性 更懂人性 请不吝点赞